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呢过了大概有十来年他又去他说哎呀这叙利亚人都变坏了 说以前我做小巴都替我付钱现在我得自己付钱 就是过去他们的人就见到外国人见到这个中国人特别的友好 所以啊我为什么提起这个话题呢 就是前段时间我的这个朋友圈啊就被一个东西给刷爆了 好像我就都在觉得心里难受啊就觉得有这么一张孩子的这个照片 叙利亚孩子的照片就大概是啊这个摄影师啊要拍这个孩子 然后这个孩子呢本能的就举起了双手 就好像在那种恐怖战争的环境当中 他已经像大人一样学会了有枪 他以为那个长镜头是枪 所以小孩子就继续你看就是这张照片 最近就说在这个国际朋友圈里啊 被几张孩子的照片啊 这个这个特别让人这个虐心呢 就是一个是这个孩子 你看多可怜 一个是这个孩子啊 这个孩子是阿勒坡就是你刚才讲的阿勒坡这个地方 在这个好像俄军这个轰炸之后 从这个废墟里这个受伤身上还带着血的孩子坐在急救车上 你再往下看 你再往下看 但是呢 这是今年以来吧 这个逃难的难民在这个传番了 然后这个父亲带着两个小孩 我们上次也讲过这个 上次讲过这个 这也是在国际新闻界就引起这个很大反响的 这个你看这是现在人们做的一个漫画 就是说如果你离开叙利亚 孩子的前途就是这样 丧生海滩 是吧 如果你stay留在叙利亚 就是这样在这个炮火中 这样挣扎 然后你再看下边 但是呢 事情又有变化 又有一些人呢 弄出来说这张照片呢 可能涉嫌摆拍 甚至是什么有有有作伪的痕迹 因为你看 这是旁边呢 你看最左边本来有个小女孩 你再看下一张 哎 说你看那小女孩怎么没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太能说明什么 这也不足为凭啊 不足为凭 他们主要说你看 他们主要说呀 说这个穿黄衣服的这个啊 来自于一个NGO组织 你再往下看 说这个NGO组织的名字叫白什么 白亏对 白亏 说是据说是英美政府出钱资助的这么一个NGO组织 好像是站在这个反政府武装 这一边 说他们做了一些个这种好像让人很感动的这种照片等等 就现在就有一些这样的政治阴谋论 那么不以人费言嘛 这算那个组织怎么有政治逆偿有偏颇 不表示那个事情 他的悲哀度降低 而且那个小孩的不仅是他的一张印照 还有整段的video 你们有看到吗 有有有 整段的录像 你说可以一张照片可以摆拍加P图加工什么 可是那个录像没有啊 看到他抱上车 而且最令人心疼的 不仅是因为他是小孩 也不仅是因为他全身有血有篱笆什么 是他的表情跟动作 他那种揉眼睛 然后那个血从额头这样出来 我们平常看到小孩的动作都觉得很可爱嘛 揉眼睛刚睡醒 就像那小孩 他不仅是因为他是小孩 更因为他举起双手 而且是五官皱起来举起双手 他有他的那个跟他年龄身份不配合的 痛苦的表情 是那个东西让我们难过嘛 问题当然是说难过之后要做什么呢 因为这件事情 照片录像出来之后呢 New York Times还有英国的独立报 就有人可能是约来的文章 不仅是投书 是有了一个去了德国的 还有一个去了伦敦的移民 他以前就是阿富汗小孩成长 完全经历过 就信传下来的 他就讲他种种的噩梦 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五岁的小孩 过了十岁之后 他重新面临一个选择是什么呢 他说他的噩梦 那两篇文章大概很相同的 就是说我在那种环境下成长 后来有机会非常幸运 去了欧洲国家 伦敦去了英国德国 可是不断生活之中 受到排挙嘛 歧视嘛 我们上回不是谈那个法国 那些事情嘛 然后那个到最后他整个心情啊 除了说一方面被救出来 被天使救了出来之后 他意思是说 有一句这样的话 我突然发现 我的成长之后的经验 发现原来天使 有他魔鬼的一面 他是那么 不是全心的接受我 拥抱我的 他拥抱我的时候 还会踢我几下 打我几下屁股 因为他受到歧视嘛 他是外国人嘛 我们那时候谈尼斯 那个那些什么人呢 是伊朗的还是 尼斯是法国的 对 就这样的事件 后来有一个德国的记者嘛 有一个德国的记者 重新坐那条路线 坐一辆车 走经过那个凶手 每天工作走的路 他说走了 来回走了几趟 他明白 他很容易被冲动 去选择这种暴力的行为 为什么 他走这个路了 完全两边看到物质主义 另外呢是什么呢 鼓吹那种传统的 法国的光荣 而我是个逃难的 近来的难民心移民 我跟这里是格格不入的 格格不入我种种的仇恨 怨愤 到最后呢 一个意外 让我那个爆发的暴力 把种种的 你告诉我 法国有多美好吗 我就要把你毁掉 杀掉 整个环境 所以整个悲剧啊 并不停止于说 他好了 那个五岁小孩被救出来 那个不是悲剧的结束 就算他被送到 很幸运 被送到欧洲国家 等等 可是他会成长 他在欧洲国家 面对他的问题 因为他的身份 因为他被排拒等等 特别现在 持续的反移民 反难民等等 那所以以后 除了担心他目前的 目前的景况 还有一路成长以后 怎么办 以后仇恨 种下更多的仇恨 这个才是担心的地方 我发现这个 这个微信 中国的这个微信 朋友圈 都是说 在别人的不幸当中 感慨自己生活的幸福 基本上都是这样 就想想我们吧 还在为了一些出轨 还在还闹 那边都孩子都活不下去了 几十万人 五年间 好像几十万人都死了 多六千所学校关闭 就孩子就完全失学了 对 所以我觉得 中国朋友圈也挺有趣的 刚才你们说到 那个就是怀疑整个 他这件事情是造假的 这个消息 我也真的只是在一个 中文的一个报道有看过 我看到有一个那个英文 但是他内容跟中文 是一样一样的 所以我不知道是谁抄谁 而且中文的那个呢 也不是太主流的一个媒体 好像是据说写的那个人 人家在日本 他怎么去扒出来 这个就是整个这个事情 那后来我看了一下 我就想说 他其实是 想证明说整件事情是西方 对吧 是美国英国法国 你们去导演的 那我就想问一句 我不管你是小粉红 还是什么小粉蓝 我觉得首先业务要过关吧 你整个好 这件事情是他导演的 那么结果呢 对他有利吗 结果变成大家在问 一直在问说 这个叙利亚的痛苦 是这个西方干预去 就是去造成的 对吗 而且现在又说 你们要去接收更多的难民 人家那不想接收难民 但看到这个照片 你们还得有义务去接收难民哦 那整个这个导演完了 这事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 请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而且他里面 整个这个论证的过程 就是漏洞特别特别多 但我看到同样 有这种论调的是谁呢 是俄罗斯的媒体 就是俄罗斯的媒体 他们也在说这个东西 他们倒是引述中国媒体 说有这样讲 因为呢 现在他们说 阿拉伯这边是 等于是叛军在控制嘛 那么说 这个空袭是俄罗斯的 因为俄罗斯本来已经说 他们已经撤军了嘛 但又帮着那个 那个阿萨德以打击 这个ISIS是伊斯兰国的民意 其实是在打击这个叛军武装 而他说 这个引证这整个事情 是造假的 那个人说是 这样的话呢 西方就有理由去干预 就有理由说去帮叛军 他们一直公开在帮叛军吧 奥巴马早就签署了命令 给叛军提供武器 但这是一个 其实非常不好的事情 而且我要说 叙利亚的整个问题 不是因为西方有干预 到现在就是因为西方不干预啊 他所谓越过了多少条红线 说如果这个阿萨德政府动用了 化学武器 我们就要干预 他没有干预 说如果他们那边就是要 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会干预 一直没人理 他这么打下去 打了那么多年 为什么 没人理他们呀 没有 你相信美国如果去干预 他不能够把这个战争结束吗 开玩笑 所以说我这个土地 我就完全弄不明白 他们这个政府派的 和这个反政府派的有是非吗 有谁对谁错可言 这个事我一直不太想在枪枪讲 因为这个历史太久了 但是简而言之 简而言之 先去一下广告 我们在简而言之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你知道我是看了前 看过一个美剧 还是英剧 叫什么暴君 我觉得就是影射阿萨德的 就是说阿萨德也是个医生 从小从西方回来 然后好像在电视剧里就表现 他父亲当年 实际上是被军方的司令绑架 用毒气对待人 然后他哥怎么着的 就本来接了他父亲的位子 但是他哥心里变态非常暴虐 最后他从西方回来 受西方教育 眼科大夫带着一家 最后一来二去 发现他才是能救叙利亚的人 等等等等 你觉得这个表现的 我就是说他有对有错吗 他是这样的 就是现在他这个 现在这总统叫做巴萨尔 阿萨德对吧 他爸是那个老阿萨德 他呢就是基本形态跟中东 别的国家也一样 就是当时是一个所谓的这个独裁 如果我们用这个标签来讲的话 那就他一个人说了算吧 但是整个国内还算是比较稳定的 但他呢跟别人不一样 他比那个利比亚 那卡扎菲强呢 他很早开始了经济改革 他确实就是这个市场化非常早 那么就是叙利亚当时是比其他国家 还更富裕一些 他做的不错 那么经济改革之后会带来一个问题 要不要进行政治改革 人民要不要更多的有这个自由啊 表达等等 那么他一直这方面的门就没有开过 那么2000年的时候 这个老阿萨德死了 他死的时候呢 确实原来他是另外 现在这个巴萨尔有个哥哥 本来是他可以去就去继位 结果呢他出车祸死了 对对对电视剧里 就是这样演的吧 那么就变成了是这个巴萨尔 巴萨尔等于是一个原来跟政治没有任何关系 是演柯大夫吗 大家都认为说这个人这么软弱 应该会可以去改革 那么他当时的顺应大家的这个名义 也答应了我会改革 说的很很恳切 去释放了很多这个政治犯什么的 他就进行了一个改革 叫做大马士 大马士革之村 90天 才90天 是为什么呢 发现他门一开以后啊 大家的要 这个要求一下子太多了 要求什么多党制啊 要求什么这个政党轮替啊 这样那样 他说这不行 这是政变 夸把门关了 把那些冒头的人全部给抓起来 好 那么整个国家就进入到一种更封闭的状态当中去 那等到01年 那个11年的时候 阿拉伯之村就是周围不是都起来了吗 徐利亚人就一直认为说 这事情不会发生在就是在我们国家 我们国家太稳定了 太封闭了 不会发生 后来一直到是有一群小孩子 其实是当中有青年 有小孩可能 他们在墙上写这个推翻政府的标语 那么忽然他们被抓了以后呢 家长向警察去去要人 然后就发生了冲突 一下这个火就点燃了 当然在此之前有很多的这个铺垫 是因为 徐利亚经济还挺不错的时候呢 他们那边其实农业为主嘛 农民比较多 那就是富农很多 但是呢 政府里面的就是这个机构啊 他们会挤占富农的空间 就说 我想收你的财产 或者说 比如说你开了个店 对吧 哎不行啊 你得向我交这个保护费等等 就是说他们从政治上来说 就是说政府一直在 或者说政府下面的这些 像城管一样的 这些这样的这个机构 在欺负他们下面的人 而当地呢 又因为他们的走私 本来就很猖狂 所以这个武器就很多嘛 所以一打起来 马上就是 就是枪战 就是这个内战 因为他们本来就有好多的武装 在民间 好 那么打到现在 那你说是谁对谁错 哎哟 这个其实 那你 这个在很多国家情况都很相似 对 而且 因为他有些条件 当我们讲对错 永远是一个judgment 道德的判定 判定 可是我们可以站在任何的立场 来做任何的判定都可以 可是你作为一个相对比较的来看 你看到又有一些条件 才能出现我们期待的事情 比方说经济发展 比方说政治安定 又有一些条件 什么条件呢 应该倒过来说好了 有人研究过 比较所有的国家 过去80年的历史进程 只要有几个情况 几乎是无一例外的 因为像政治改革 它没有办法 是一个局部的问题 当你要 你的周边都在打来打去 乱七八糟 这个强人出来 那个强人倒下去的时候 你不可能独善其身的 因为他们会借兵会进来 你里面的人会出来 跟外面一起来连接 所以那一个条件是说 当你自己周边的国家 在乱的时候 是安定不起来的 第二个条件 当然就是经济发展 没有过一个门槛 也是很难说 出现我们期待的什么安定 民主开放等等 还有一个多种族 而且那个种族再加上宗教的话 也是做不起来的 所以假如你不要谈对错 你看这些条件 你就看到 我们明白为什么西欧国家 比较相对稳定 因为他们已经不是 哪一个国家的稳定的问题 而且整个区域 整个团块 英国 北美洲 可是中东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他解决不了了这些问题 我从你这 你知道我就想到 这个中国历史上的 这个一些事 这个好像啊 比如说经历了 常年敌对斗争 刚刚取得政权的 这个共产党政权 那么他那个时候 很多思维啊 他还是有这个 敌我的这种思维 他有个外敌的这个概念 所以但是呢 你比如一开头 像当年的这个反右 你看画右派 你记得吗 他最开头呢 也是说 宽宏大量嘛 应该是民主嘛 知识分子 你们都提提意见 这毛主席讲话 你们都提提意见 结果呢 你让他提意见 他往往就会发生这种 他越提提 他最后提到了体制本身 他说你这个党天下 这个你触碰到了某种底线 而且你看 我后来还看到过 毛主席当时的讲话 有人记录下来 他讲当时阿诚的父亲 阿诚先生的父亲 叫钟电匪吧 那个字 对不起 我念错了 叫钟 可能是他钟电匪 他父亲当时写了一个电影的评论 好像大概这个名字叫电影的锣鼓 还是叫什么 好 这么一个就对国内的这个电影创作 提出了一些意见 这些意见到今天看起来呢 当然都是非常好的意见 但是呢 你看当时毛主席讲的一个理由是什么呢 就说 谁谁谁提了意见 不能随便打成右派 但是这个这个钟啊 这个他写的这个文章 他是右派 他为什么说他是右派呢 理由之一是台湾的报纸 台湾的报纸 登了他这个文章 你明白吗 就是当时我 我感觉啊 除掉其他咱们不明白的背景之外 当时的人们脑子里啊 他有根弦儿 比如说你像叙利亚这个阿塔德国 这个新兴国家啊 他都有一个就是西方帝国主义势力 是的 有个外敌 就是你这边一提意见 你搞民主啊 他马上他容易就说 哦 怎么外敌在响应你 这一下子就划分成敌我矛盾了 第三世界国家永远有三个问题 需要去解决 就是他自己的过去与现在 呃 还有西方与东方 还有一个王位 反正就这三个问题 就是过去与未来 还有他这个历史荣耀和他现实的这种 这个就是这个落差 这三组问题他不能解决 所以他总有这种敌对的这个感觉 还有就是你刚刚提到 其实你说政治改革是一个全面的问题吗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命题 就是说 其实你这个门啊 你是没办法 一扇门是没有办法半开半关的 你说我改改 我还关一些 门其实他就是要么关上 要么开上 你其实没有半开半关这一说 而且所有的这种变革 到最后我看到这个走向啊 能够是平和的解决 比如说像就像缅甸 或者是走入一个内战 其实最后都是谁解决 谁能说这个能够起到关键的作用 还是最顶端的这个人 这个当权者 其实他的一个决定 到底是要开还是不要开 能够决定整个这个变革 到底去怎么走 下面那些人 但是你搞那些 你抗议也好 你搞内战也好 这些人只不过是在为这个事情 就是添砖加瓦巴 或者在加势 但是最后他的走向 永远是上面这个人 才能够决定的 但是好像有的时候 真的你就找不到一个 一个根本的一个办法 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最好的办法 只有一个最不坏的办法 就是你比如你像 我就说现在 我一想这个中东那个地方 什么伊拉克 那就老百姓活的真是太惨了 包括就现在这叙利亚 什么的 你就真的是觉得中国古人 要不老人他看得透 就是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你什么全盘西化 老百姓也倒霉最后 对吧 你的闭关锁国 老百姓也倒霉 反正左右 好像老百姓就没什么好日子过 他陷入这么一个困局 是不是 可是他当时开放 如果早一点 他当时真的就放开的话 那最倒霉的是他自己 他会这个失去权力 他会被推翻 他会被推翻 但是那可能 对老百姓来说不是这么坏事 你知道 这有的时候 话可以从两方面讲 我觉得有的时候 当政者他有 你也不知道他哪来的一种自信 他就觉得 我甚至他可能是为国家考虑 他就说 你把我推翻没关系 可是现在 在种种力量当中 如果我被推翻了 你天下就大乱 还没有一个力量 能够像我一样 能够主持全局呢 你看他又会有这样的一种自信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元行广告之后见 你刚刚说的那个 要强人说 假如我倒了 更惨 对不对 那你我想起 不同年代 不同的空间 都有人用相同的逻辑 那个汪精伟 汪精伟年轻的时候 我们知道 去杀人 去杀人是谁 射政王 射政王 射金王 射金王 射家是经济云王 最后 去杀他 杀不到 然后被抓 被抓 坐牢 本来要杀头 砍头了 后来那个是那个谁 那个肃清王 肃清王 肃清王 审他了 肃清王当然也是爱财 觉得汪精伟 很财子 另外也有种种的压力 年后就没有判他死 给他坐牢 那好多年后 张学良 那个 这个回忆录 就说 汪精伟跟他讲过 当年的秘密 他说 肃清王 在判他从死 改判坐牢的时候 跟他谈了一个晚上 谈什么诗 文学 才觉得 才子 我不应该杀你 另外 肃清王将跟他讲说 你们来隔我们的命 当然是有道理 因为我们清廷 做得太差了 太烂了 可是我看你们这帮人 就算你们革命成功 也一定做得比我们坏的 因为你们的能力 其实总体还比不上我们 还更坏 还没有我们有经验 对 还没有我们有能力 你就像缅甸 你比如说 现在有这个变革 但把老的那一派 还是有纳入进来 大家就 这个好商好量 对吧 跟这个 就是军政府的代表 还是可以去分享权利 不管纳不纳入 我觉得这故事 其实有个委屈没讲完 那汪精伟 不是说 那个肃清王 什么精明 所以汪精伟最大的感慨 是后来对张学良说 因为他讲这事情的时候 已经革命成功 好久了 他是感慨说 肃清王是对的 他说 他果然他是对的 我们这帮人搞来搞去 搞来咨询你 其实好的地方 还比不上门清 是这样的感慨 所以不管是大陆来 还是排剧 到最后你才能 你的心都比不上他们 在伊拉克 那个美国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时啊 就推翻这个萨达姆以后 要求原来这个 复兴党的党员 就原来属于萨达姆 这个政党的党员 都把他们排除在外面 不给他们工作 不让他进入这个政府部门 什么都不可以 结果呢 现在这个ISIS里面 都是他们的人 就你得把人家纳入进来 照这意思还是咱们的 那个民主协商制度 对对对 各个民主党派 咱的一个一家 很不容易的 像台湾前一阵子 发生一个事情 不是提名所谓的 那个司法院长 政府 后来都车回提名了 因为理由是说 其中一个被提名 当所谓司法院院长的人 以前参与过审判美丽岛的 等于是说 他以前帮过国民党 做不太好的事情 所以他没资格 当司法院长等等 然后这就是他们的困局 因为在当时国民党 那个统治年代 等于是说 你几乎没有 不跟他做的理由的权利 你不敢不跟他做 好啊 你选择不服从你抗争 你就被迫了 把很多的经历时间 放在抗争上面 其实你变成一个抗争者 你的思维 你的视野 都是抗争 反反反反反 对 你也因为种种 你环境的关系 你没有参与管制的经验 结果你种种 你很聪明 很有能力 可是你没经验 其实你不懂 不懂做 好了 一旦那个原先的情况垮台了 没有了 你来接班吧 你接不到啊 你找不到人啊 你找不到人啊 要么呢 找有参与过的 找一个人 原来你曾经参与 以前不好的事情 所以不清白 不够清白 好 可是不容易找到一个能干的 因为你作为一个革命者 作为一个抗争者 你成功 有才华 但是作为建设者 不一定行 对啊 以前其实很久以前 陈水扁年代就是这样 找不到人啊 后来现在这种情况 在新的 这一届的政府里面 也是这样 找不到人 我有一次跟一个 法国朋友聊天 他的观点很有意思 他就说 他说你看我们法国大革命了 过了很多年了 没有那种战争思维了 他说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们离战争 刚刚结束 才打内战 才几十年 所以你们的领导者 他还是战争 革命的这种思维 人是有惯性的 但是法国大革命